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周围你都是这种,你把他手上的手机拿掉,那个是一个什么场景,就每个人都是这样。 就这种非常非常反制的,低俗的这个娱乐消费品,它真的是迅速的就把一代人的这个行为体会拉下去了。 同时这些内容能够大量的,反复的,海量的播出,持续的播出。 我感觉就是说,也能够反映出,就在这一类内容的这个,审核和播出的监管层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个性化分发真的太厉害了,你喜欢猪食,你看到的全都是猪食,全都是猪食,没有别的。 各种二创,二创是什么?就是用没授权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掩盖盗版的本质。 部分创作者对版权内容采取简单粗暴的切条搬运,甚至组合集来传播,不仅给版权方带来直接损失,还会挤占原创的短视频创作者的发展空间。 对吧,刚刚这个B站的陈总讲了很多B站这个很多原创的这个作者,创造了很多短视频的内容,我们也特别喜欢。 对,我们希望B站能一直把原创的短视频当成自己的主要发展的这个目标。 嗨,大家好,我是阿萌,看完刚刚这三段视频,感觉如何啊? 说不认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巨头的老总,就是优酷是樊路远,然后爱奇艺是公羽,腾讯是副总,孙怀忠,对,这三个人啊,在这个2021第九届网络视听大会上面这个发言, 哇塞,这个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会议,不会引起那么大骚动,哇塞,但是这些老总啊,在这个大会上,我听我那媒体朋友啊,说,就是你知道把底下人搞得有多尴尬吗,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就是听完他说这话,你都不知道该不该鼓掌,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完之后就顿住,然后就是全场一片死寂,然后零星啊,起来几个掌声, 然后就感觉他们啊,就没人拦着啊,就优快,优爱腾都要快把抖壁块都要灭掉了,是吧,就是撸秀的就要干,干架那感觉,抖壁块,短视频,抖音,快手,避战,对,优酷爱奇腾讯,那基本上就是巨头嘛,嗯, 再怎么回事啊,就是你看到那个,就是最过分啊,今天传的最多的是那个孙怀忠说什么,说个性化的分发太厉害了,然后说你喜欢猪食,你看到的就全TMD是猪食,我就在想说,哇塞,孙总,你是平时刷这个短视频猪食被喂多了,还是怎么的,大叔就是太了解你了,还是怎么的,别喊掉,讨厌,别喊,啊,对,继续说啊, 然后呢,这个优酷总裁呢,直接把矛头剁掉了B站,然后说什么,说希望B站别把,希望B站把原创当过主要的目标,意思就是说B站老搞非原创,老搞剽窃,老搞侵权,啊,然后爱奇艺的那个公语说的就更加直白了,直接说二创,就直接说B站你二创搞得太那么火了,啊,是用那个没有侵权的东西,加上了肺的东西,而掩盖 不爱盗版的本质,直接就说B站是一个盗版的一个网站,哇塞,我的妈呀,人家,你们几家加起来市值还没有B站大,哈哈,说人家B站全都是盗版,哎呀,这个也是啊,没有办法啊,孟姐一看他们,就是打得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孟姐也觉得非常开心,但是开心之余吧,我就觉得, 扎不过味儿来,我就觉得这长视频平台有一个隐含的逻辑链条在里头,这逻辑链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长视频平台的营收下滑,对吧,赚不着那么多钱了,然后我们的这些,本来该赚到口袋里的米,都被短视频平台抢过去了,为什么被抢过去呢,就是因为短视频平台搞二创,搞盗版,搞侵权,对吧, 害我们就没饭吃了,我哒,我想这逻辑是什么逻辑,这还不算完,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你们这些像猪一样的附着在这个平台上生产猪食的人,或者是在那嗷嗷张着嘴,等待被喂猪食的人,把整个内容的这个底线拉低了,拉低了之后呢,就搞得好像这个长视频台上面的所谓阳春白雪就不赚钱了呀,你知道吧,就他们的这个逻辑链条就居然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好好评一评,哎,这哪 哪能这么说呢,明明是因为什么,明明是因为长视频平台的内容,不具有市场了,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了,对吧,你自己做的这个内容又是注水,又是审美很疲劳,对吧,又是奇奇怪怪的一些赖结巴刀的东西,对吧,他就是不引人注目,他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看了,所以你的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就下滑了,所以没有广告杀了,所以没有人冲会员了,对不对,这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链条,你把你这个 这个长视频平台缩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归到人家短视频平台,闲人短视频平台扒你的视频啦,给你重新剪辑啦,给你做二创啦,给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不成立的,知道吧,但是,我并没有说那些短视频平台搞二创或者是搞剪辑这个东西不侵权,那当然是侵权了,对吧,of course是侵权,你用人一个音乐,用人一个这个,用人一个画面什么的,这些都是侵权的,但是, 这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东西一直是被默许的,以及为什么这个东西原来抓的就没有那么那么严,只是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对吧,今天四月份好多长视频平台忽然间出来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开信,然后有五百个明,五百个明星跳出来说,那个啊,自己的视频被短视频平台侵权什么的, 然后我们非常,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类短视频的内容,就是三分钟五分钟看一个电影,五分钟看一个剧,就这种东西被,很多地方被下架,然后被怎么样,对吧,被打击的很严重,以前靠这个东西赚了很多钱的人,现在都赚不到钱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视频平台不干了,不OK了,对吧,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要找一个理由啊,他们要找一个理由,显得他们不是那么的无能,就找了什么理由,就是啊,因为你们短视频平台,把我们的长视频平台扒过去,重新剪辑二创,但是其实原来,有二创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二创其实是可以给长视频引流的,对吧,你很多人对于一个电影什么的,可能都没有看过,都不知道那个电影是啥,可能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五分钟的一个二创的一个特别有趣的, 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电影,哦,还这么好玩,那我有空呢,其实把它保存在我的硬盘里面,因为那可能90分钟,两个钟头,就很长了,你可能得到周末才有时间看,但是你因为短视频平台,给你剪的这个三五分钟的这个二创,而对这个长视频,一个纪录片,或者是一个电影,或者一个剧,产生了好奇,所以才到长视频平台去把它弯弯正看过来,所以其实这个,在原来,其实是一个, 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其实吧,就相当于很多人,借用着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到了这个,自媒体创作的平台,对吧,然后他其实也用自己的精力,心血,为这个平台,创造了一些,PGC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这个平台,也给予了一丢丢,真的就一丢丢的,一点点,费用的补偿,我觉得,就是真的,原来真的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生态,但是,但是因为这两年,这个, 优爱藤,你知道吧,优爱藤,因为是,前几年的事,就是,前好几年的事,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因为这些优爱藤,自己打价格战,把这些藤,把这些明星啊,把这些剧啊,把这些什么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成本炒得太高了,炒得太高之后呢,就形成了三巨头,三寡头,二把什么搜狐啊, 包土豆啊,就乱一八糟那种,以前的很多小小的那种网站都干死了,只剩他们三个了,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反垄断的话,那我估计腾讯可能要把,这个爱奇都收了,然后可能再把优酷干倒,就差不多就是一家独大, 就我估计就是这样啊,但是现在因为有反垄断,搞成了三巨头,所以现在这个长视频的, 这个困顿的这个局面,就是长视频平台自己造成的,好吗,不要烂人短视频平台, 我觉得人家短视频平台生产的这个短视频内容是很具有创意性的, 非常好的,而且人家的百万千万粉丝那些头部,或者腰部那些什么的, 人家有活有,人家活的道理,我就经常在跟他们说一件事, 不要看不起人家短视频平台做短视频的人,做短视频也是有门槛的, 另外吧,就还是想吐槽一下那个,优爱腾啊,就这三家, 说什么短视频平台拉低了什么整体行业的审美啊, 什么就是猪食啊,哎,你都不看看你自己出的那些什么, 什么偶像甜宠啊,什么轻功剧啊,就是七七八八那些, 我不是说你们那不好啊,但是你们那同质化哦, 注水哦,对吧,就是那一帮傻白甜那个明星啊, 什么的,就这些人天天搞这些东西,是吧, 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资格来批判人家这个短视频的那些段子手什么的, 是不是,我是觉得这样啊,另外就是你这个像爱奇艺, 你刚刚搞完什么青春有你,搞点什么大头奶啊, 什么什么粉丝经济啊,搞什么这些东西, 你们自己搞原创综艺的一个原因, 还不是因为你们买国外的版权买不起了, 对不对,你们要花,你们嫌花很多钱, 自己搞一些自制综艺什么的, 但是你搞自制综艺又没底线, 对吧,像那个腾讯好像创武也叫停了吧, 然后爱奇艺自己搞这个粉丝打头啊, 坑了多少人,对不对, 你不光坑粉丝,你还坑那些小偶像, 那些小青春小偶像,对吧, 本来进去本来以为这个事业终于有点起色了呢, 一飞冲天了,结果哗叉全撂那了, 都不想说,真的不想说, 而且我觉得这个孙总啊, 就是腾讯的这个高管, 何苦要把什么猪食啊, 喂食什么猪饲料这个东西啊, 都要拿出来说话, 对吧, 你完完全全可以用这个信息检防来搪塞对手嘛, 何必要抱粗口呢, 何必要用这么粗糊的词汇, 特别是你身在这个里面, 你也是被喂猪食的一个猪, 或者是,对吧, 这个一个东西, 你身在其中, 你还要把自己完完全全抽离, 也是不现实的,对吧, 也是对内容吧, 也是对内容本身缺乏最最基本的一个敬意,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企业, 或者像这样的内容制造者, 怎么能出好的内容呢, 对不对, 你出不了好的人之后, 那人只能从国外买, 只能买别人的版权内容, 买了版权内容, 你就觉得说,哎呀, 别人都在侵权, 都在到我的内容, 你真的是, 我觉得就特别low, 你知道吗, 就特别low, 然后最后吧,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点, 这个关于2021年网络视听发展, 您就报告的一些数据发现, 数据发现, 截至2020年2月, 12月, 我国的网络视听用户, 总规模有9.44亿啊, 网民使用率95.4%, 然后截至2020年12月, 短视频用户的规模达到8.73亿, 使用率是88.3%, 然后综合视频用户规模有7.04亿, 网络音频用户2.82亿, 网络直播用户6.17亿, 哇, 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3.88亿, 智能电视激活规模达2.55亿, 激活率是78.0%, 反正我是觉得这些数据啊, 你就大概听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数据, 那个数字啊, 多少多少亿, 你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你好好想想, 这真的是一个人呢, 这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人, 几个亿是什么规模啊, 哇塞, 真的是啊, 反正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反正今天就大家跟大家输出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OK, 拜拜。 ,